OK 疫情期間的話 Samsung Dixer 如果你沒有買它的HDMI的傳輸線的話 那如何無限啟動Samsung Dixer呢? 那就是更新到最新版之後 我們有一個Dixer選項 把它點下去之後 它會問 等你取消一下 它就會開始偵測你附近有沒有適合的裝置 可以變成Samsung Dixer 這個時候你看到專制之後 直接是否要在TV上啟動Samsung Dixer 你看到現在可以是不用線的 立即啟動 然後你也可以搭配無線鍵盤跟滑鼠 那手機本身可以變成手寫版 然後這個時候 你的電視就開始進行連線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那麼簡單 你的Samsung Dixer無線傳輸 輕鬆達成 然後滑鼠這個時候把它啟動一下 把它開關啟動一下 無線鍵鼠其實蠻好用的啦 蠻推薦大家的 然後再看電視這邊 滑鼠這邊就可以動了 開個YouTube來看看 這裡 輕輕鬆鬆 然後你假如可以搭配無線鍵盤可以打字 我覺得蠻方便 那你有需要手寫版的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 將你的手機 做為觸控版使用 把它點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手機就變觸控版了 也就是現在畫面中的滑鼠 那這個時候你再拿出你的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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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